你吃过燕窝吗?在我国,人们一直把燕窝当成顶级补品,甚至还一度卖出了高昂的价格,可有人却表示,燕窝只是燕子用口水制作的鸟巢,那为何它还会受到人们的强烈追捧呢? 顾名思义,燕窝指的就是燕子的窝,但并不是所有的燕窝都可以被拿来食用,通常我们认为的名贵燕窝,指的是金丝燕的巢穴,不过和其他的鸟类有所不同,金丝雀的口腔中可以分泌出一种胶质液体,将这种液体吐出后会很快自然风干,最终变成淡黄色或半透明的固体,这就是我们平常见到的燕窝,不过这种珍稀的唾液并不是随时都能产出,石油处在繁殖期时,金丝燕才会大量分泌,而每年到了这个时刻,就会有采摘者 不顾危险去收取鸟窝,在将这些燕窝进行加工处理后拿去卖掉,正所谓物以稀为贵,金丝雀脱液的产量稀少,所以燕窝价格也就水涨船高,再加上这些燕窝大多都分布在悬崖峭壁,因为采摘困难,自然也就导致价格居高不下 虽然在人们眼中,燕窝只是一种食品,但它却是金丝雀们赖以生存的家,一些金丝雀因为胶状物质分泌不够,导致失去了自己的巢穴,从而酿成了悲惨的结局,由此来看,这样做确实是非常残忍呀